最近呢 美国有一批价值连城的赛马 叫Medina Spirit 就是麦迪娜的胜利 这批赛马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他刚刚在2021年 获得了这个 这个Kentucky Derby 就是Kentucky Derby赛马大赛的冠军 赢得了上百万美金的这个奖金 是一只战功赫赫的赛马 可是最近呢 这批马在walk out的时候呢 出现重伤 然后呢 被人道赐死了 这批马 所以从这批战功赫赫的赛马 被人道赐死这件事呢 想到了美国人 对不对 虚伪的民主 和他们那种假慈悲的那种自由 对不对 美国人总是 攻击中国人 吃蝙蝠吃猫吃狗 可是你经过调查 在亚洲 吃猫最多的是越南人 越南人每年要吃掉一百万只猫 吃蝙蝠最厉害的是台湾人 台湾高山族的人 把蝙蝠当饭吃 对不对 吃狗最厉害的是韩国人 对不对 韩国 在韩国的汉城 有狗肉一条街 对不对 这三国家 可是美国人视而不见 美国人看到的就是中国 因为他们在通过各种方式呢 去挖中国人的痛脚 因为像韩国 越南 台湾这些地方 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十字心的威胁 可是中国随着近年的不断的崛起 和这个迅速的这个发展呢 他无论是在政治 经济 军事 外太空探索 各个方面都对美国发起了强劲的挑战 甚至有的地方 甚至可以出现了超越美国的这种迹象 所以美国非常害怕 美国一直以世界老大独居 对不对 无论是跟苏联的时候 这个超级冷战时期和现在跟中国 对不对 进行比拼 他都是以世界老大独居 因为他想干预谁就干预谁 美国从来不在乎什么联合国的决议 他觉得他说的话就是真理 他说话就是命令 所以他可以干预别的国家 别的国家不可以干预美国 所以你就养成了这个美国民众这个自大 这个可耻的这种性格 就所以美国到现在 打疫苗的人只有65% 7500万人 这些创癖的 川普支持的还是没有打疫苗的 所以美国昨天就12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在阿兹现在 Omicron Data virus 是齐头并进双管齐下 美国现在是成了世界疫情的首都的 对 还盲目开放 所以美国人是很虚伪的 美国政府